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崛起 是什么让古老的文明获得浴火重生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 让中国传统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激发起了活力 让满统活了下来 并且活得很好 百年奋斗 开辟光明前景 什么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 相信人民群众拥有无穷的智慧 能够在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中改变自己 管理自己 从而管理国家 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对于人民的信心乃至信仰 深入中华文明内在激励 领略中西古今碰撞交融 读懂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既有精华 也有糟粕 二元对立 怎么样相通的 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 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沉浅到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当中 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今晚 跟随复旦大学白纲教授 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时代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欢迎来到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姜宇 对于每一个想理解当代中国的人来说 有一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2021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崭新命题 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 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那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哪些因素是相通的 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想结合创造新的文明形态 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 从事跨文明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 他就是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著名语言学家白刚教授 有请白刚教授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来到中国正在说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相融通 可能有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马克思恩格斯一辈子都没有来过中国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传统文化 会有相融通的因素呢 简单地来说的话 就是在于思想本身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伟大的思想尤其如此 这样两个同样博大精深的体系 它之所以能够结合 是因为有一些思想内在的伟大的共振的成分 这个同时存在于这二者当中 但它要深度地结合 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伟大的思想体系是怎样融通的 好 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纲教授 近代以来 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用于旷古未有的伟大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觉探索中 开辟出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 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更进一步提出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把他里面精华的东西 和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结合起来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这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道路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坚实基础 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 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传统文明的结合 体现在五个大的维度 第一就是从现实出发的世界观 第二是高度灵活辩证的方法论 第三是以人民作为历史根本动力 根本主体的人民立场 第四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 以及帝国视野的天下观 第五点就是它是从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当中 寻求内在的规律 我首先要讲这个根本的这个理论气质 西方文明史的一个基本假设 也就是所谓的创生论 它把世界想象成是由神创造的 马克思主义它有一个只为重要的特点 也就是它拒绝所谓的创生论的假设 在这一点上 中国的传统有一个词叫生生不息 我可以把它总结为生生的原则 那么生生的原则的核心就在于 生命的不息波炎 自我存续 本身就具有价值 不需要去寻找一个外在的意义富有 因为生命的意义是内在的 所以这就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反求诸己的精神传统 从生命是现实的这一点 就流淌出了中华民族不好虚妄 而追求从实事求是的方式去探索世界 改造世界这样的一个路径 这条道路就通向马克思主义的维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虚伪的顶等性 因为物产结局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 而没有不出卖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 人不是抽象的折据于世界之外的存在 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组成 使这个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人 马克思认为 这是一个颠倒的意识所造成的一个颠倒的世界 需要做的是将这个颠倒的体系重新颠倒 马克思不谈抽象的人性 他要进入一个更为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实际当中 去研讨这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进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 人归根到底是靠共同体生存的 围绕这个命题 他创立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框架 马克思的一句名言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社会存在 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了这个意识 这个原则在中国传统当中 是有一个很经典的表述的 也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成语 这个成语形成于汉代 在汉书当中出现的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文章里面 对于这个实事求是 进行了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洞见的解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 事就是这个事物的内部关联性 求是就是要去探索这样的规律性 那么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 对中国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呢 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五千年 灿烂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 从来他不是习惯于 从一个概念眼推本身去解释世界 他更习惯于从现实的具体的事件处罚 历史唯物史观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在于 它可以很清晰地回答三个问题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现处何处 鸦片战争失败后 农民起义 洋务运动 维新改良 资产阶级革命等不同形式的 救亡图存运动 都没能使中国人民脱离身重的苦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年轻时就曾批评黑格尔的观点 黑格尔认为 人是唯一能够自由支配生命的动物 人通过改造物质世界就可获得自由 因而劳动创造了自由的现代世界 然而劳动真的可以创造世界支配世界吗 马克思正是从这里出发质疑黑格尔 马克思认为无产者 它陷入到了一种新的被控制的状态 控制它的就是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 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谈到了异化问题 异化比如说这个土地 它被孤立出来变成地租 人只是被抽象为劳动力 以及所对应的工资 异化让经济活动 被支离破碎为彼此之间不相干的要素 这个就叫形而上的思维 资本主义瓦解了劳动共同体 马克思的目标是重建劳动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白手起家 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现代信用体系 向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国防科学技术 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中国的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 第一次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资本和劳动的结合 这是劳动人民掌握资本的社会主义形式 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认为 投身到共同的事业党类体 构造起一个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这个共同体 只有通过这一点 我们才能读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理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被人类社会共同体 所扬弃和超越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 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走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道路 这也正是马克思对未来的想象 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 所形成的对于一系列 兴衰演变的规律性的探索 它不但对于解释中国历史 是具有巨大的参见意义 同样对于全人类而已 有它的普遍文明史意义 那么生命本身不只是现实的 它还是高度复杂的 微妙的 实时变化的 由这一点 那么就通向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辩证法呢 恩格斯曾经在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一文当中 为了来讲述这个辩证法的 他特别讲了一下 这个作为辩证法的对立面的 形而上学的立场是怎么样的 形而上学代表的是 对于事物的某种僵化的 固定的 失去生命力的把握 他想象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只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强大者是强大的 所以他会一直强大下去 然后弱小者是弱小的 所以他只能接受自己的弱小 这个在当今世界上 这个特别是在强弱关系 已经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世界当中 很遗憾还有大量的人因为信奉着这样的一种 行而上学的这样的世界认知 他们还在想象这个西方 因为过去数百年是强大的 所以他会一直强大下去 那么辩证法是什么呢 辩证法就是要看到这个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 是要把这个事物当作是活的生命来观察 这样的一种传统思维体现在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这个中医 它体现了辩证失质的这个思维 因而它不存在某种所谓的固化的方子 去应对一切的这个病症 这个可以很好的来说明 这个辩证思维是如何 很现在我们的寻常日用的这个每一细节当中 辩证法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讲矛盾 习近平同志镇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时候 就在 这个病症的一种层内 这么多的消灭 这个人员是什么 不 сил这么多的 大家很来说 这是这样的 不搞不该 这么多了 有一个种赤的 变证法就是对待有机体的运动的方式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都是违背了变证法 行而上学的人总是喜欢说历史终结 而善于运用变证法的中国人 则向世界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 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是以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主体 ترجمة نانسي قنق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商品经济发达 市场经济发达的环境当中 总有人想把人的自立性描述成是永恒不变的人性 觉得这个共产党人所号召的为人民服务 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有违人性的 在这一点上要澄清有一种认知 人性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所积淀形成 不容易发生重大变化 但绝不是说它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 也就是绝不承认所谓的恒常不变的永恒的人性论 而是相信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中 可以改造自己的本质 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从革命制式到当代的 为了理想事业在进行艰苦奋斗的这个人群 这也就是毛主席当年写诗 说这个六亿神州皆顺耀 也就是人类自身当中包含着改造自己 提升自己 升华自己的这样的伟大的觉悟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使命 和真正的魅力所在 就在于它可以激发起亿万群众 所内在具有的这个觉悟性 党的觉悟性 有赖于亿万人民群众 以主人翁的姿态 投生到这个建设当中去 构成一个有机的这个循环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党和群众 互为师生 互相砥砺 互相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辩证过程 享受任意的 各种区别的 第一条 会广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象来进行考察 传统如此地美好 深刻 伟大 似乎好像曾经对于传统的批判都批判错了 哪怕有历史的合理性 你也太缺乏温情了一点 在这里我特别想要讲的是 对待传统确实需要有温情 但是绝不能只有温情 如果只有温情的话 你会落入到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当中 那种历史虚无主义就是 要把中国传统跟通过中国革命 所塑造起来的新中国对立起来 或者是想要用传统的价值观 来取代马克思主义 即便在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 对中国传统文化 摧折打击最激烈的那个阶段 也从来不存在某种全面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恰恰相反 中国革命是打击了原来作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性的 儒家文化当中的文家法 文家法就是要讲等级观念的 是要讲等差的 是所谓的三千周文 然后要强调底层对于上层的服从的 儒家内部还有另外一个家法 就是所谓的治家法 治家法是讲平等的 讲它一个人民领袖 为人民伟大事业进行奋斗的时候 抛弃掉自己的私利 能够三过家门而不入 并且是跟普通的人民在一起 过极为艰苦 朴素的生活 最后终于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获得了这个伟大的胜利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治家法本身是可以跟 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相共鸣的 对于当代的中国而言 治家法显然比文家法 具有更高的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对于文家法 确实是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推折 不靠这个怎么能进行深刻的土改 不通过土改 怎么能够改造中国的 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人生依附关系 和建立在这种人生依附关系上的 各种各样的依附性的观念 中国怎么能够摆脱过去的 旧的各种桎梏和束缚 建立起一个世界上 现在唯一的庞大完整的 独立的工业体系 在打击文家法的同时 恰恰是以大语为代表的 儒家的这个治家法的精神 被激发起 同样原来在中国传统当中 相对处于边缘性地位的 比如说墨家的 摩肩放肿以利天下的这个精神 就很好地跟中国革命当中的 这个英雄主义的意识 结合到了一起 因而绝不能把五四运动 以及中国革命一般性地描绘成 只是打击摧折了中国的传统 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 让中国传统的这个内具的 觉悟性和平等性空前地 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这个不尊重中国的这个传统 恰恰相反 它真正体现了对于一个传统的尊重 这个对于传统的尊重 绝不是说看到它的问题 不去指出它 只是用一个温情的态度 去这个为它进行辩护 而是面对问题 要直视它 射受它 解决它 就好像是一个人在这个生病的时候 往往有可能是要服药打针这样的 这个过程本身很可能 并不那么令人愉快 但是这对生命体而言是有意义的 还有一类人 比如说这个以海外新儒家为代表 讲这个革命之后的中国 传统文化凋零 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正宗 就转移到了海外 转移到了台港澳地区去 只能说这个 他们对于文化 文明的认知 停留在极为肤浅的层面当中 这为什么肤浅呢 因为他们事实上设想的是 把文化和文明当作是 某种类似化石这样的存在 最好是把你搞一个特定的保护管 存在这样的一个保护管当中 然后你一直保存着 他特定的历史痕迹和形态 在那里供其他的人 这个发丝骨之忧情进行瞻仰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 生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他可以改造自身 他通过让自己活下去 然后形成一种新的形态 在这一点上应该要理直气壮地 充分自信地讲 新中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精华 和中国道统正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他通过扬弃掉这个传统当中的 不合时宜的部分 让这个传统面对巨大的 外部入侵压力的 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激发起了活力 让这个传统在付出了 代价的情况下还活了下来 并且活得很好 回顾来时路 百年的苦难辉煌告诉我们 面对沧桑巨变 中华文明能够涌立时代和历史的潮头 不断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的根本保证 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将结合的命题 我们可以相信它是在未来的较长的时间当中 都会持久地不断地激发我们的思绪想象和创造力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 肤浅的工作 它需要我们不但要拿出巨大的热情 而且要能够沉浅下来 沉浅到伟大的文本当中去 更要能够沉浅到这个中国和世界的这个现实当中去 用理论知识去分析这个世界 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 我们的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今天中国的建设绝不只是中国一国的事情 它表明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可以通过对于自身传统的带有革命性的创造 让自己在现代性的境遇当中获得新生 它也向世界证明 在成为世界体系当中的压迫者 剥夺者 或沦为被压迫者 被剥夺者之外 人类还拥有另外一个更值得追求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个可能性 在中国道路的感召下 我们相信人类会迎来这样一个更为光明的前景 这就是所谓的敬天下与派平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白老师 我想请教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有信心 我们的文化将来可以走向世界 可以影响世界呢 500年以来的这个世界体系 它事实上有一个大的规律 也就是这个规律 也就是它的霸权国家会发生这个交替 由最早的这个16、17世纪的荷兰霸权 到这个18、19世纪的英国霸权 到20世纪的美国霸权 它这个霸权交替过程中存在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就是每一个霸权从世界范围当中 汲取的超额利润 都会出现一个数量级的跃升 与这个相应的是 每一代霸权所维系的时间明显缩短 荷兰霸权维持了200多年 英国霸权只有一百 美国霸权如果从1945年起开始算 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作为它一个合格意义上的霸权 它才六十几 如果这条规律继续延续 也就是如果有一个力量取代美国 它还是走霸权这条路 那么它会出现什么呢 就它截取的超额利润 是美国的十倍以上 超过地球的容量 这肯定已经要超过地球的容量 而它享受霸权的时间 又比美国还要少得多 如果还要走霸权这条道路的话 那就是一个不惜透支 人类未来十几代人的前途 又会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崩解的 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命运 因而我们需要 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可能性 就是摆脱掉霸权式的支配 中心边缘支配 受制关系的这样的一种 更公平合理 更为扁平化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不但对于中国 以及广大东方国家是好的 对于长期以来 被称作发达国家的西方 对他们也是好的 好 也需要白杆老师 更多地为我们想象 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好 欢迎回到福建东南卫视 中国正在说节目 好 今天我们现场还请来了四位 很有思想的观察员 下面就请他们和白杆老师交流 中国文化越名教而认自然 与西方唯一的神 和整个宇宙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 显然是不同的结构 那么马克思主义 和我们这种中国文化 这种初世的部分 它们之间是怎么样相通的 谢谢 中国传统可以说是 极高明而道中庸 但是它缺什么 缺马克思主义所描绘出来的 那种对于斗争 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 和对于斗争的哲学化的表述 有了这样的一个斗争哲学 以及与之相应的 组织化的生活之后 中国才能够实现 由一个老大的文明古国 向现代中国的转型 中华传统文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可以补充的 就是在你刚才讲境界上 比如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事 它是需要能够落在特定的行止当中的 而这个行止又是通过人的起心动念来实现的 鱼公移山里面讲得很清楚 人民才是上帝 我们要感动上帝 要相信人民本身拥有 可以拯救自己的力量 改造世界的力量 通过管理自己 从而来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在制度上也就表现为 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反复强调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最根本的领导制度 还有就是要走群众路线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好 下面我们有请第二位观察员 在去年的7月26号 在福建福州召开的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遗产大会上 我们的泉州成功地录选了 世界遗产名 它录选的名字是 泉州宋元时期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 就是意味着什么 我们中国这样优秀传统文化 是一个非常包容的文化 在泉州现在的文化遗存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泉州有各种各样 来自世界各地的 民族的 宗教的 各种不同信仰的人 都到我们泉州这个地方 从事各种的文化交流 贸易交流 包括比如说 意大利的马可波罗 摩洛哥的一本白渡泰 马可波罗就近乎全州 是东方世界大港 正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文化 吸收到我们的中华优秀文化中来 使我们的文化呢 更渊源流长 更知防叶茂 这种文化的包容性 传承到我们今天 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跟中国我们现在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从这点来说 我非常感谢白教授今天做的这样 精彩的演讲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事实上整个 泉州当时应该是朝贡体系 早期的国际体系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枢纽城市 事实上它包含着一个构建平等的 互惠的国际关系的 几乎所有元素 那么在新的历史阶段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中国 要与全人类一起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我们这个迫切的需要 能够在威斯特法里亚体系 这样的西方式的基于战争和军事的 想象之外 对于人类另一种国际格局 和国际秩序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素材 那么泉州作为一个这样的案例 觉得可以进行深度的研究 以便更好地服从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个宏大的构想 好 第三位观察员 欢迎您 现在掀起了一股国学热 很多青少年都在学习国学 那么当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那我想请问白教授 我们如何能够保证 让我们优秀的这些传统文化 去传播开 这个是涉及到如何甄别的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是否属于精华 就是这个标准就是 它是否同时提到了平等和觉悟 比如说这个大学当中讲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讲它的平等性 它这个平等性落实在修身 即它的觉悟上 觉得这个是儒家思想当中 当然应该值得肯定的 伟大的遗产 那么什么叫做糟粕呢 就是两个都没有的 就是既不讲平等 也不讲觉悟 我这个出一个具体的文本 就比较好判断 你觉得水准跟地子规 差不多的 你基本都可以滑到 这样的范畴当中去 谢谢白教授 好 我们欢迎第四位观察员 中国在实现文化自信的过程 如何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 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社会从以儒学为指导 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 您认为是什么呢 谢谢您 讲到这个认为儒家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的时候 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 中华文明其体是儒是道 三教和合为体 它同时还要再吸收 包容 转化其他的文明 比如说在中古时期的唐朝 有所谓的锦教 险教 模拟教 就是所谓的中古三一教 这个是它同样也流传到了中国 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那么它是被以儒是道为体的 中华文明所吸收 转化了的 中华文明其用是如法互补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汉宣帝当年 有一个很经典的描述 他说武汉家自有制度 王霸道杂用之 其实就是指儒法互用 中国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 一个文明体 我们事实上有大量的 导述民族地区 比如说这个不管是在西藏 还是在新疆 这个它传统上都不是以儒家 作为主导 我相信这个如是道三教和和 如法互补 作为一个表述 对于中国文明形态 是一个相对更完整的一个描绘 谢谢您 当今一些的儒家人士 他们主张儒家社会主义 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就是 将马克思主义 纳入到儒家的体系当中 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 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是伴随中国 由传统中国 像现代中国的这样一个 艰难的转型过程所奠定的 也就是中国的各种传统资源 在面对着生死存亡考验的时候 它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创造 它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决定性的转化 而这个决定性转化的思想资源 是由马克思主义所给予的 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 很多觉得自己真的持儒家立场的朋友的话 这个儒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品质 就是他忠于祖国 他对于国家的忠诚 如果他真的是真儒家 那么首先就应该要热爱这个中国共产党 和这个实行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 要是努力让这个儒家的思想当中 挖掘它可以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进行融合的这个成分 促进这样的成分 这个现代转化 这是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想这个另立一套 然后绕开党的指导思想 绕开马克思主义 摒弃消极因素 继承积极思想 好 今天白岗教授带领我们 遨游了马克思主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我想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听了这期节目之后 我们会在茫茫宇宙中 在历史长河中 更加自觉地认识到 自己所处的地位 认识到自己要做什么 也增加了自己对中国和世界 未来走向光明的信心 其实这种信心 马克思早就给过我们 在十九世纪中期 那是中华民族风雨如晦的时刻 马克思和恩格斯 以极大的热情 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前途 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发展 完美地印证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 马克思主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定会不断引领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也会让中华文明 在世界文明的谱系中 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发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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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